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 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 你心中所想的那一个人会想和你结婚吗? 排面上总共有三个选项 有左,挚右 K Q H 选好了吗? 我们就开始咯 我们来看到选到K 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在验证牌中 你对于他付出的期待 就是你期待他会怎么去付出 你们的这一段的关系呢? 那这边其实从排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事实上在这段关系之中 你会希望对方他可以看得到 你在这段关系的付出 也就是说你会希望对方会因为你的付出而有所感动 或者是你会希望对方可以愿意和你一样 在这段关系付出相同 相同 然后等值的这种的方式来去回馈给你 这样子的话你才会感觉到说 在这段关系里面你确实有那个存在的价值 或说这段关系对于你来说这个意义是这样子被存在的 也就是其实在这段关系之中 你会很渴望 或说你会希望对方能够明确知道说 他应该说你在这段关系的付出 然后是已经舍去你的权利 然后已经是你 就是你已经尽全力了 在这段关系里面 然后你其实一直来都是很卑微的 所以你其实一直来都很希望说 他能够真的知道 然后也能够去好好的感谢你 在这段关系里面的付出 而不要只总是好像视而不见 又或者说好像就是当作没有看到一样 那你就会觉得说 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付出 事实上是没有得到自己所想要的回馈 或说没有得到自己所想要的这个价值 那当然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同理的你也会希望说 对方他可以无怨无悔 或者是说他可以 为了你们的这段关系 好好的去付出这方面的努力 或者是说有的人会希望 在这段关系里面 对方他是能够呵护你 又或者是对方他能够去 好好的温柔的对待你 所以有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你们是不是很经常的 没有办法跟对方好好的讲话 又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知道说 对方究竟他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所以导致于说 让你们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很常会感觉到不安 甚至很常会不知道说 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那个定位 或说自己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所以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你们经常会觉得说 是不是应该要放弃 但是因为你们对于他的爱 真的有点太深 以及呢你们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 已经卑微到 就算可能没有在一起 可以永远待在他身边 你们可能也会觉得说是蛮OK 或说是可以的 但似乎对方好像总是都没有看到 你们的任何的努力 然后总是把你们的任何的付出 就视为理所当然 那当然这边会希望说 选到这一组朋友的你们 就是在对这段关系 对方所给予你的这种付出 然后你所期待这个部分的话 会希望说你不要太过于盲目 因为可能这时候 反而会造成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 你会觉得说 常常会 应该说会觉得心很累 或者说会不知道说自己 究竟应该要怎么办才好 好那这边如果说验证牌要符合到 你期待他是这样子 对于你这段关系的付出的话 那我来继续往下看说 他会想和你结婚吗 那这边其实从牌面上 可以看出来说 事实上对方他在面对说 你们的这段关系的话 他真的会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 是蛮快乐的 又或说跟你相处在一起 他会觉得说自己是比较轻松 比较自在 然后可以做他自己想要做的那个样子 或说他可以用他所喜欢 跟人相处的方式 来跟你相处 然后来跟你磨合 但是实际上对方在对说 要不要跟你结婚这件事情的话 他仍然是还没有办法下定决心 又或说他仍然是还没有办法 去知道说他自己究竟在考虑什么 或说他自己在想什么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人 他还在不断去探索他内心之中 在对说婚姻的渴望 又或说在你们的这段关系 他希望真正可以得到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人 他实际上在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他现在暂时 是还没有找到他自己 到底渴求跟希望 因为像一段感情之中的话 有人会希望说是被爱的那一方 那有的人会希望说 自己是可以爱人的那一方 所以其实这边 他还不知道说在你们这段关系 他究竟是想要 是不是要跟你们在一起 或说是要跟你们结婚 所以现在如果说你跟他相处的话 你应该会感觉说 这个人在对你的态度的话 他那个忽冷忽热的 这个状况是非常的严重 甚至是非常常见的 那他并不是对于说 你们这段关系有欲情故众 他真的单纯只是 不知道说该怎么去决定说 这段关系就在接下来 或说在未来的日子里 应该要往什么样的方向走去 那同时也可以看出来说 对方他在对待你们的 这段关系的话 他实际上在对你的付出 实际上有时候会显出 比较吝啬 甚至可能有时候 在要多陪你这件事情 他本身是属于比较懒惰 或说可能比较没有 这方面的想法 或说比较有时候 会想去刻意的逃避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太过于 频繁的去约他出来 或说你可能太过于 频繁一直去找他 他可能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 躲避或说闪避的这种状况 其实这都是属于在 他的这个范围之内 好 那这边我们继续来往下看 就说宇宙所想给你们的 讯息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说 宇宙想给你们讯息 或说给予你们的建议是什么 那这边其实在这边 宇宙想告诉你们说 其实在这种关系里面的话 你们其实在某一些部分的特质 确实有符合到对方心目中 所想要的那个对象的理想的条件 但为什么会导致于说 让他这么的犹豫不决 或说让他在对待你们这段关系 他还是觉得说 还不要那么快前进 或说还是暂时保险距离的话 其实宇宙想告诉你们说 在对于说每一段关系中的努力 或说在对待每一件事情的 你们所希望的成果 事实上你们所选择努力的方式 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盲目的努力 这边是没有办法造成你们 应该说没办法达到你们所想要的结果 所以有时候 大家应该会很常听到一句话 就是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所以你如果说选择是对的方式 跟对方相处 或说你选择是对的方式 让在这段关系付出的话 实际上这样子反而比较能够去增加 你们的这段关系的提升 或说比较能够去增加你们这段关系 在未来发展的这种状况 所以实际上在一段感情里面 你们如果说好好的相处 应该说用对的方式相处 或说用对方所喜欢的那种方式 又或者是依照对方可能会比较容易 打动他内心那种方式的话 然后你们再透过这样子去跟他相处 那种时间反而是可以事半功倍 那这边其实宇宙想告诉你们说 就是可以尽量在对方面前 或说和他诉说你内心之中真正的想法 但是这边和对方诉说你内心中真正想法的话 是你必须要用一种 比较是你不一定要对方给予你任何回应 或说你不一定要给予对方 给予你建议的这种的方式 跟对方讲话或说跟对方聊天 因为像是应该是说在选择这组牌组 朋友你们虽然宇宙给予你们这样建议的话 有可能对方是属于那种说教型的 或说对方可能是属于那种敷衍型的 或者说对方可能是属于那种没有耐心型的 那如果说像是敷衍型的话 那你可能就稍微跟他讲一下你自己的状况 那就是简单二要就好 就不用讲中间太多的过程 然后你的心情除非他有问你 那基本上你也不用把它加入在你所跟他陈述 或说跟他分享这样的字句里面 那如果说是属于那一种 对方是属于说教型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心情说出来 然后把你真正你所了解到 这个事情的起程转合 跟他分享 那他就会跟你分享说 他自己所听到这件事情 依照你的观点 或说依照你所提供给他的资讯 他就会跟你讲说 那他可能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他可能会建议你怎么做 那这时候你们其实就 你们真的要很诚恳的回应他 你们可能不一定要同意 但是你们一定要很诚恳的回应他 就是你们不能敷衍他 因为就是像面对说教型的人的话 就是他们会希望说 对方是可以认真听他们说话的人 那这边其实在选到这一组牌组朋友你们 其实在跟真人相处的话 大部分来说真的是需要一点技巧 然后不能太过于就是用你们自己的方式 必须要用对方所习惯 或者说对方所喜欢的方式 那你越是在他面前展现出你真正的自己 然后不要把太过于做作的自己 太过于展现可能反而会造成说 这段关系不好的发展 所以你们必须要把做作的自己 把它给封锁起来 或者说在他面前就不要展现出来 那在面对你其他朋友的话 你可以再展现出来是没有关系 所以这边会希望说 在跟真的相处的话 你就尽可能要表现出自己 比较老实的那一面 或说比较诚恳的那一面 那相信说对方是能够明确的知道 或说明确的感觉到说 你们之间的连结确实有在加深的 那似乎是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 看了还有一段的时间 或说好一个路需要去做努力 那也希望说你们可以成功 那如果说以上讯息是有对你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还有留言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更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有痒痒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选到Q 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在验证牌中 你期待他的付出是什么样呢 那这边其实上在牌面上可以看到说 其实上你会期待对方在面对说 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他可以拿出他的勇气 甚至呢 他可以主动的去为你们这段关系 有所负责任 那有的人也会希望说 对方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可以展现出他的自信 又或说可以继续坚持在你们这段关系 就是不要那么轻易的受到 别人的言语上的骚扰 然后就因此而放弃 或说不要因为外在的因素 然后就让你们这段关系 就这样子放掉了 所以你会希望 对方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他可以主动的提出 然后主动去维护 主动的去呵护你们这段关系 那甚至呢 在牌面上讯息 可以看到到说 在你们可能平常相处的时间 是不是比较少 甚至有可能对方 有的时候还是会想跟你希望说 可以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 你可以拿出一些金钱 那所以你会希望 对方他至少一定要能够去保障你们的 这种生活上品质 又或说他可以多一点时间来陪伴你 然后他也可以在你需要时候 好好的安慰你 能够让你成为你心目中的一个依靠 可以成为你人生之中一个很重要的灯塔 在你需要温暖 或说在你觉得很脆弱的时候 他能够给予你这样的一个拥抱 那甚至呢 选到这组牌组 朋友们的你们 你们希望说对方 有时候他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出去吃饭 或说可以买一点小礼物 就是在金钱啊 或说可能在行动的上面的话 可以展现出一些诚意 可以让你感觉到自己确实是有被他给呵护 或说被他给重视所在乎的 那虽然其实你们在对于说他的这个部分 你们也并不是说如此的势力 你们只是会希望说自己所付出了这么多 那也希望对方他至少可以展现出一点诚意 或说他可以展现出你在他心目中的一个重要性 那只是你这个人的话可能会认为说 如果说是有那种比较实质上的让你感觉到的话 你可能反而会觉得说 会觉得心中比较踏实一点 那同时呢 你会希望说对方他可以甚至为你多做一点什么 可以做一些你所不知道 然后再好好地告诉你 或说让你有所精细 就是他所为你做的一切的话 他在之后可以让你不经的那种发现 那你就觉得哇他怎么为我做这么多 这种很惊奇的感觉 就是你会希望说对方他可以默默做一些事情 可以让你知道 可以让你不小心知道 然后继续享受这种惊喜的感觉 那甚至有的人也会希望说对方可以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他可以制造一些惊喜 然后制造一些浪漫 让你们可以好好的去享受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那同时呢 选到这组排组朋友你们 你们甚至有时候会比较希望说可能可以跟对方一起过夜啊 或者说可能可以跟对方有一些亲密上的一个接触 那如果说以上这边讯息是有符合到你所期待他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的付出的话 那我来继续往下看说对方他会想要跟你结婚吗 那这边的话其实选到这组排组朋友你们 也会蛮恭喜你们说事实上对方他确实还蛮想要跟你们结婚的 不过呢 其实在盘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不知道这个人他是不是在平常跟你们之间互动 或说可能这个人个性的话 本身是属于那种比较不老实 或说他可能太过于老实 但是他比较是太过于注重他自己的面子 然后他脾气的话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大 就是说这个人他在个性或说你在跟他相处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有时候他比较不好抽空 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人有时候真的会有一点难相处 但是你本身在对于说他难相处这个部分 并不是觉得说他真的不好 而只是因为说你会希望他在你面前 可以多展现出一些温柔的样子 但是偏偏这个人他就是不会 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他有时候在讲话的时候 会显示出可能比较爱说教 或是是说在情绪来的时候就会比较意亲用事 但是这个人的话他其实在你真正需要 或说在你觉得很困苦很困难的时候 他都会很不吝啬的跟你好好地分享他的想法 或说还跟你分享他的意见 所以实际上这个人他本身是属于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所以这个人他并不是讨厌你而是因为他可能把你们这种感情看得太重要 然后把你是视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对象 所以他在跟你讲话或说在跟你相处的时候 比较会用他所喜欢或说他所习惯的方式 或说以他自己真正的样子面前的样子 然后呈现在你面前 所以表示说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说你们这种关系的话 他确实有把你当成一个结婚的对象的考量 因为就表示说其实你在他心目中是有占有一席之地 然后他也把你当成自己人 所以才会不自觉的在你面前展现出他自己真正的个性 或说他自己的样子 只是因为他这个人可能在表达自己内心之中真正想法的话 本身是属于那种比较不老实 或说可能是比较真的爱面子 会比较需要有人去捧他 或说真的比较需要有人去把他拱成王 那这样的话他可能才会 就是说会对于说这个人会特别有青睐的感觉 那同时如果说你在这个人面前特别用一种眼泪的攻势 会特别的有效 但是千万记得这个人他本身是蛮聪明的人 所以如果说你有时候太过去试探他 或说你可能有时候想要去吸引到他的注意力 有采取一些方法的话 这个人其实蛮聪明的都看出来 所以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 就是千万记得比如说不要就是 这座聪明或说不要聪明板废聪明物 因为这时候反而会被对方一眼就看出说 你可能就是在干嘛 可能或说你就是说假的 所以在跟这样相处就是千万记得 用你自己真正的想法就可以 因为其实你的本身的想法 或说你本身在对这段关系的期待的话 是符合他 或说他事实上是能够做得到的 但是你必须要就是放轻松 你不能太过去掌握这段关系的一个发展 因为这样的话反而会有点适得其反 好那这边来去往下看说 宇宙所给予你们的讯息跟建议会是什么呢 那今天来看到说宇宙所给予你们的讯息 就是要恭喜你们 就是表示说其实这个人的话 就是可能是你一直来都想要遇见的另外一半 或是说可能就是你一直来所期待的一个对象 所以如果说你本身可能在寻找的灵魂伴侣 或说你可能本身在一直寻找着命定的另外一半的话 那么要恭喜你们 就是表示说其实这个人的话 有至少百分之八九成的几率是有可能就是这个人 但是为什么会有剩下的一成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但只有相对的事 也就是说你在这段关系 如果说你是用对的方法 或说你可能是用以你真正的样子跟他相处的话 实际上是比较能够去发展这段关系的结果 或说你所想要达到的那样的目标 那同时在这边盘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你们这段关系其实在发展的过程中 或说要往结婚的那个方向 或是那个最终的结果的话 实际上你们可能还会有一段还蛮忙成的路 或说你们可能还有很多的部分 需要再做更多的努力 因为就是说当你们遇到命定的人的话 中间所碰到的困难 或说可能中间所碰到 你们必须要去解决一起面对的事情 都是你们生命这种所必须经历 或说所必须遇到的 所以其实你跟这人之间 常常会经 应该说经常可能会出现摩擦 或说可能在每次相处的时候 真的有一些让你觉得 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的话 其实这边都是宇宙想告诉你说 这个就是这个人本身的个性 或说就是这个人他在面对说自己所熟悉 或说可能自己所信赖的人的话 那就是会以这样的模式 那如果说你真的不喜欢他有什么样的方式的话 会建议你们可以等这件事情过了之后 然后再跟对方稍微提一下 然后跟对方讲一下 你内心之中真正的感觉跟真正的感受 那相信说其实对方他真的很爱你的话 在你们当下的聊天 或说在你讲那个时候 确实可能会让他心中会有一些不愉快 或说可能会让他觉得有点不舒服 但是他事实上会听得进去 然后他会想要去做这方面的改变 但是这边会建议你们说 当你们在跟对方提出说 你们可能觉得比较不愉快 或说可能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 会建议你们要把自己的心情 要放在你们对话里面 但这心情不能太过去陈述的很 就是太过于严重 或者是说不能太过于凸显说 你到底有多么的感觉有多重 就是你要稍微轻描淡写带过 或说你可能要带一点点的情绪就可以 比如说很难过就是不要那种边哭 然后就是边说自己很难过 就是要稍微那种泪眼汪汪的 让对方知道说你现在很难过 这样的话反而比较能够去凸显 比较能够去让吸引到他 所在对于说你们状况关系 或说在对于你这个人的那种不忍之心 就是有点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其实有时候任何表达的部分 不要太过头 就是适当就好 这样的话其实反而能够让你状况关系 有那个成长进步的空间 那事实上对于对方的话 他确实也是和你同样的想法 就是有可能你就是他心目中所想这个人 所以会蛮贡献我们说 其实你跟对方现在有点就是心意相通 但是你们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或说蛮漫长的时间 需要两人之间慢慢去磨合 然后两人之间慢慢的去让这段关系 可以发展 就是可能会有蛮一段漫长的时间 需要去努力 那也希望说你们不要那么轻易的放弃 你们距离 离最后面美好结果已经不远了 好 以上就选到这组牌主的讯息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有帮助或说让你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还有留言 那如果是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有演演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选到H这一组牌主的朋友 在验证牌中 你期待他这段关系的付出 那在这边其实从牌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选到这一组牌主朋友的你们 你们会希望说对方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他不要那么的爱说教 又或者说他不要那么的去狂妄的表达出他自己真正的想法 也就是说你会希望说这个人他每次在讲出任何的话的时候 他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他到底在讲什么 或者说他讲出来这些话的话 究竟有没有符合正常的逻辑跟道理 就是有时候这个人他可能有时候讲话上面 有点太过狂妄 或者说有点太过自大 可能会有点受不了他这个情况 那同时你会希望说对方在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他不要有他自己的秘密 然后他可以把他内心之中真正的想法 或说他真正的感觉 可以跟你分享 可以让你知道 然后在这段关系里面 你们同时也会希望说 对方可以多去让你参加 他们他的朋友的聚会 或说可以让他 可以让你去 知道说他的生活圈详细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你们会希望对方他可以 毫无保留的在你面前 或说在你们生活之中可以奉献 或说可以让你知道说 他的每一个时刻 或者说他的生活圈 他最近在忙什么 或说他生活圈如何 那这边其实也看出来说 有可能对方平常就没有好好跟你们分享 或说就没有跟你们交代 所以会导致说 让你们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会更加的 会更加的想要知道说 最近对方他真正的一个生活的样子 或说他私底下的生活圈是如何 那以及呢 对方有时候可能在面对说 你们这段关系 有时候会显得没有那么的有耐心 甚至有时候可能在 你们这段生活会有点显示出比较敷衍 那你就会觉得说 自己有点不备受他尊重 所以你们也会希望说 对方可以多把他的目光 注射在你们身上 就是他不要再那么的 一直去投射在别人身上啊 或说不要都 一直都不太搭理你们 因为你们就会觉得说这段关系就好像仿佛是被他给遗漏 或说不想要被他给接受这种 让你觉得比较难过这种感觉 那同时有时候你们可能在跟对方讲话的时候 你们会有时候不自觉的 会让他觉得很不耐烦 或说有时候会不自觉 会去触怒到他 你会希望说他能够好好听你讲话 或说他能够真正站在你的面 你们的角度去想 可以知道说你们真正的心情 或说可以知道说你们究竟现在 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有多么的难过 会希望他可以为你们撑腰 或说希望他可以为你们好好的 应该说他可以好好的安慰你们 让你们可以好好的发泄 你们只是希望 就是其实你们会觉得说你们这个愿望很卑微 甚至只是觉得说这只是理所当然 或说应当的 只是单纯会希望说对方可以多搭理你 或说对方可以多对你们这段关系 有点耐心 可以多让你踏进他的生活圈 好那如果说这边验证朋友符合到 你在对说期待他的付出的话 那我去往下看就说 那他会想和你结婚吗 那这句话事实上从排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对方在面对说你们的这段关系的话 他本身所抱持的态度的话 比较是那种顺其自然 那当然其实虽然每次都讲到顺其自然 好像很有机会啊 但是可能一大部分来说就是如同你们所想 对方确实他在面对说要不要和你结婚这件事情 或者说和你要不要发展感情这件事情的话 他自己本身其实是带着有一点点排斥 甚至他可能并没有往那方面去想 所以对方他其实在面对说你们的这段关系 或者说要不要和你结婚的这件事情的话 那是因为其实你自己的付出 或者说你在跟他相处的这种的模式方向下 你并没有给对方他所想要的安全感 或者说你可能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 并没有让对方觉得说跟你相处在一起 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或者说有被你呵护的感觉 他反而有时候会觉得你可能有一点唠叨 或者说你可能并没有那么适合他 又或者说你可能有时候跟他讲出来的道理的话 你并没有完全去理解到他的真正想法 所以导致说让他在面对于你们的这段关系 他反而是抱持着一个比较问号 或者说比较疑惑的方式 或者说比较疑惑的态度 来去看待你们这段关系 甚至他在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他本身也还没有想要做出太多的行动 他反而就是比较像是停留在原地 然后就等待着时间到 或者说就等待着缘分到 这样就好了 甚至有一部分的人的话 你先说说想这个 他甚至会想要去离开你们这段关系 可能会想要去跟别人在一起 或者说他可能想要去过他自己的人生 比如说他会觉得说你在他的生命之中 并不是占有一席之地 甚至也会觉得说 有你对于你的这个部分的话是可有可无 就是就算没有你 他可能也会觉得说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其实在你这段关系的话 对方他现在也还没有那么急着想要去做改变 所以如果说当你们越急着想要 希望对方可以搭理你们 或说希望对方可以给予你们什么样的结果 或说给予你们什么样的安慰 或说对你们这段关系可以多跟你相处的话 有时候对方反而会觉得说你有点烦 然后会有点更想要去逃离你们的这段关系 或说会更不想去回应你的讯息 所以表示说跟真的相处的话 羊羊会觉得选到这一组牌组 朋友你们可能要再生死守栗 或说可能要再重新考虑一下 就是对方现在是不是有特别利用你 在对于说他的温柔 然后从你身上汲取他所想要的 然后或者说他所希望从你身上得到的 然后最后面你要小心说 对方是会把你给踢开 好那这边我们来接下来往下看 就说宇宙所想给你们讯息 或说给予你们的建议会是什么呢 那这边来看到说宇宙所想给你们建议 就是说选到这一组牌组 朋友你们有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你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恋爱的感觉 又或说你们是不是真的已经忘记了 好好的谈一层恋爱 又或说那种被人爱 或说被人给呵护的这种的那种温暖 或说让人觉得很安心的这种感觉呢 因为这边其实宇宙想告诉你们说 所谓的恋爱的话是两个人之间是 会有一种电流的那种存在 有时当你待在对方身边 你会不自觉感觉到很安心 然后跟对方相互在一起的话 你会不自觉的感觉到会有一股很轻松 你会很可以做你自己 你不用再去受到他的情绪上的牵引 或说不用再受到他情绪上的勒索 或说真正爱你的人的话 他们并不会想要去强迫你 可以为他们付出什么 反而他们会希望说你是不是可以帮助他们什么 也就是说当真的爱你的人的话 他们反而会征求你的意见 或说会询问你的同意 然后并不是会想要从你身上获得什么 因为像是情绪勒索的人的话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就会希望 或说在强烈的暗示你们 是可以为他们多做什么 或说可以从你身上得到什么 然后让你愿意去甘愿的付出 或说让你去为了这段关系去好好的去尽 为了好好经营这段关系 然后就去照顾到他 然后他就不会去回馈给你 因为其实当一个人付出久了也会累 然后一直不断在付出 对方都没有给予你们相同等值的回报 或说没有让你们得到你们真正所想要那样的成果的话 事实上你们心里会很空虚 所以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们说 在你们身边现在确实是有一个 值得让你们去喜欢的对象 或说在你们身边事实上是已经有一个适合你的人 他会希望你不要再总是一直看着这一段不属于你的感情 或说不属于你的关系 他会希望你一定要先暂时 应该说你一定要先暂时脱离这段关系 然后去拿回自己在感情中的自主权 然后再让你自己好好去谈一场恋爱 好好的去知道说 究竟在爱情里面你真正想要什么 然后在爱情里面你不能退亮什么 还有在爱情里面你渴望得到什么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先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自己什么不能失去 然后自己渴望得到什么 那这样的话你其实在一段感情里面的话 你才比较容易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适合这段关系 因为如果说你总是将你的青春 或说将你的精神 你的金钱浪费在 或说投入在一个不属于你的感情里面的话 对于你而言这是另外一种的舍弃 或说对于你而言也是另外一种的绑架跟监牢 所以宇宙会希望你 可以好好的明白 问自己说你自己到底希望得到什么样的东西 那当你知道说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那宇宙就会安排你或说会引导你把真正适合你的人带到你身边 然后让你知道说自己也是值得被爱 然后自己真正适合的爱情是什么样子 所以比方说其实你们现在一直在所依恋 或说可能自己一直在所渴望的爱情模式的话 有可能并不属于你们 或说也不适合你们 那如果说你们一直在所喜欢的那种对象条件的话 也有可能实际上跟你们之间 如果说要走那种长久的关系的话 可能是比较不适合的 比较容易会造成反效果 或说比较容易会分离 所以如果说你们能够听取宇宙的建议 或说按照宇宙的方式去走的话 有可能你们可以得到不一样的感情的结果 或说你们是有机会 可以得到一段所温暖 然后又稳定的一段的关系 那以上是选到这组排除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 或说让你们有所公民的话 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博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有养养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